你知道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谁才是用枪最厉害的武将吗?既不是常山赵子龙,也不是西楚霸王项羽,他们甚至都挤不上前列排名,第一的地位至今无可撼动,现在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古代十大用枪高手 第十,七级光 七级光手中的神威猎手枪,锐利无比,好气长存,有万夫不当之勇,枪杆长九寸,枪头有一尺三寸,七级光用此枪奋勇杀敌,痛击倭寇,惊险猎名之威 当然,七级光不仅枪法了得,还很有谋略,精通兵法,曾独自创造出一套枪法,名为七家枪 七级光用此枪法,扫拼了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骚扰,为当时除去了一大害 关于七家枪,民间一直有首歌谣是这样赞颂他的,横扫千军,威八面,倭寇文峰,心胆寒,枪扎一线长兵组,金师勤王,七家枪 第九,杨延昭 杨延昭作为杨家将,不仅精通杨家枪法,更领悟了杨家将的成名绝技,终极杀杀回马枪 他所使用的兵器,名为素含天钢枪,此枪长一丈三尺,枪头由金刚翠银锻造而成,可以精通刺穿坚硬的盔甲 杨六郎凭借着这杆枪,镇守边关多年,多次抵御,欺丹入侵,打得敌军闻风丧胆 如此武将,说他是宋王朝的晴天白日柱,驾孩子精良,真的一点都不为过 第八,杨再兴,南宋名将杨再兴,顶天立地,骁勇闪战,曾跟随岳飞,东征西战,立下赫赫战功 要知道,岳家军是南宋第一军队,而杨再兴作为岳家军中第一萌将,实力更是不可忽量 当然,他还被誉为南宋枪神,他所使用的兵器,叫做狼笑持远将 杨再兴曾用此枪,率领三百骑兵,通杀敌军大阵,斩杀敌军三千亿人 另外,杨再兴单枪匹马,突入敌阵,试图活捉敌军手脸 可惜没有成功,后来又毫法无损地杀了出来,犹如天将临凡,可见实力非同一般 第七,马超,马超作为三国名将,枪法自是了得 他手中的兵器,名为虎头战金枪,因枪头形似流金虎头,故此得名 此枪的枪身,由混铁金刚打造而成,长一杖一尺三,枪头是流金虎头形 枪刃是白军铸就而成,锋利无比,马超凭借一技精湛的枪法,围阵西凉 红冠之战,马超十回合败一技,二十回合败张和,击杀理工,斩退夏侯渊,曹洪,曹仁等 枪法可为是如火成精,确实不愧为西凉级马超 第六,获去病,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少年英雄 获去病征战沙场时的兵器便是维华枪,维华枪刚进有力,节奏分明 总是变幻莫测,出世如游龙,他用此枪六天之内连续击破五个匈奴部落 战功赫赫,顶关三军,后来更是在漠北与匈奴进行大决战,大获全胜 取得了傲人战绩,风狼屈虚,流传千古,获去病十七岁就离兵作战 其短暂的一生战功无数,只可惜天主英才,二十四岁时便离开人世 只留下了一句壮志豪言,匈奴未灭,何以瞎为 第五,罗承,又名冷灭寒枪,从绰号不难看出,其枪法非同一般 罗承是随唐,第七位好汉,他的兵器叫做五沟神飞枪 五沟神飞枪,长一战二,枪头一尺八 最特殊的是,枪鹰处暗藏着五个道弓,搬弄之间即可伤人 在随末长出,罗承凭借着手中的这杆神枪而扬名 当然,他擅长置之死,而后生的惊险,他自创的回马枪,往往令人难以招架 因此,在随唐重英型中脱颖而出,一代名乡,流芳百世 第四,姜维,蜀汉后期,人才凋理,作为曹魏降将的姜维 成为了蜀汉所依仗的重要将军 姜船姜维所使用的兵器叫做御臣枪 此将长一掌一,重六十八斤,充体由金刚含铁打造而成 姜维是一位置有双权的将军,曾经九次征伐中原 御臣枪虽为杀人戾气,却常常出现在失死中 被诗人们所拥有,广为后世流传 第三,岳飞,岳飞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英雄 也是南宋中兴四角之一 他所使用的兵器是一杆九尺长的力拳枪 据说,此枪由力拳的一条神蛇化成而成 威力强大巫,然而岳飞后来还自创了一套枪法 名为岳家枪,号称枪中之王 岳飞的枪法娴熟,征战沙场,杀伐无数 战斗力更是不容小觑,招式讲究一击必杀 其独特之处在于,将防守和进攻两端融为一体 攻防一次完成,防中带攻,攻中带防 使敌人无还击之力,因此岳飞排在第三,毋庸置疑 第二,赵云,说到用枪最厉害的名将 那肯定少不了长寿将军赵索 左手青钢剑,右手亮银枪 跨下白龙马,一身白盔甲 他所使用的枪,名为龙胆亮银枪 取枪法为七探十盘枪 赵云正是凭借这套自创绝技 击退文宠,斩杀高揽,大败张和 都是在长板坡之战中,为救出厄斗 几近七出,杀死曹云将领五十余人 并在百万军中成功逃脱 危陣于天下,当然赵云一生 还与很多名将单挑过,但从无败计 因此也被誉为枪王 第一,项羽,与之神勇,千古无二 众所周知,项羽的兵器名为破阵霸王枪 此枪长,一丈三十七寸 重九九八十一几,枪封锐利,碾道必死 枪身巨重,扫道必亡 霸王枪须两人方可抬动 然而项羽天生神力,单手便能使用此枪 后来更是自创出一套无敌枪法 项羽曾用这杆枪,战胜了无数的敌人和小人 在雍丘之战中,斩杀了理由大败秦军 巨鹿之战,项羽破火沉舟,九战九节 率领五万储军,击败了三十万秦军 危险天下,鹏城之战,以三万禁间汉军五十六万 创下了军事奇迹 可以说项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所以将它排在第一,实至名归